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试了 你 你这个小怪物 怎么懂得这么多 我小时候 曾经得到过一本书 其中就记载着许多珍奇异事 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些知识 自然是从书中得来的 那 另一种方法呢 你之所以被毒素反噬 主要就是因为你修炼的毒工 你使用的 乃是寿命魂 所以毒素才会与自身融合 尽管你的魂力 能够起到调动和压制作用 但它们 却早已成为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你拥有的是气武魂 只需要把你体内的毒素 凝聚在自己的武魂之上 一切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所以 第二种办法 想要把你体内的剧毒保留下来 又不让它们伤害到你 就必须找一个寄生体 来作为毒素储存之所 这个寄体可以是一块魂骨 你是说 让我将体内的毒素 逼入魂骨之中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我自身了 是的 你那孙女也是一样 只要给她寻找一块合适的魂骨 让她在修炼时 将毒素逼入魂骨之内 就像我现在 虽然也是身具毒素 但体内的毒 都在蓝银草和八珠魂骨内 自然反噬不到我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保守估计半年以上 你愿不愿意试试 小怪物 我多次想杀你 你真的愿意帮我解毒 毒与药本就相生 任何毒都有相应的解药 而我恰恰喜欢配制解药 好 小怪物 能令我欣赏的人不多 你算一个 我就信你 只要你治好我和我孙女 答应你的三个条件 绝无问题 更不会杀你 现在请你把这种仙吃了 如果你把我治死了 那么 你就给我陪葬吧 从你嘴里吐出来 再让我吃下去 这似乎有些恶心吧 不怕告诉你 这乃是我碧铃蛇 进化为蛇皇后 凝聚的单珠 可以说 可以说我一半的实力都在这颗珠子上 如果我死了 那么它会直接在你体内引爆 四尺白海中仿佛融入一股热气 感觉到了吧 只要你不耍花样单珠对你的修炼 只有好处 等你治好了我 我再将它引导出来 老怪物 我也有个条件 我给你配置药物时 你不能偷看 每天晚上汗石 也就是你发病前的一个时辰 到这里来服药 可以 咱 你可愿拜老夫为师 老怪物 我觉得这个称号很适合你 不想改变称呼 更何况 你认为你在用毒方面 你也能教我什么呢 说不定 有些东西 你还需要向我请教 你 好 好 小怪物 咱们走着瞧 独孤伯呀独孤伯 看来我真是要谢谢你才对 没有比这再完美的地方了 真是可惜了 这里的每一株仙品 都是绝世之物 但美味不可谈多 没关系 不能吃 我还不能拿吗 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交输 融入了我的血液 药性便温和许多 只要剂量小一点 便只有治疗的效果 这老怪物还是被虎骗了 他到底不敢拿自己一身毒宫来实验 不嫌疑 不嫌疑 在救典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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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怪物 我来了 小怪物 你又在弄什么东西啊 小怪物怎么办 小怪物 我 рыба 小怪物gun У何必然 成功了 你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可是要人命的宝贝 我可以保证 哪怕是你被他命中 也活不过三次呼吸 就是这小东西啊 玄瑜手 这是能够杀死封号斗罗的剧毒 能杀死封号斗罗 你在开玩笑吧 你知道什么叫暗器吗 暗器就是暗中使用的武器 这三根针要用特殊的方法发出 他们有个名字 叫做阎王铁 阎王铁 阎王的含义就是死神 你说 死神给你下了情帖 那是要做什么呢 自然是让你回归死神的怀抱 阎王叫你三根死 谁敢留你倒五根 你偏偏说的这么玄乎 不就几根针吗 不相信 是的 我也想不到 竟然能在这斗罗大陆上 将玄天宝路排行一三的超级暗器 给炼制出来 只可惜 发射阎王铁 需要消耗极大的内力 我现在还不足以驾驭它 老怪物 你好多了吗 小怪物 把丹珠还我吧 你不怕我在你药里下毒了 能被你毒死 我还当什么毒痘罗 小子 回头把我孙女带过来 你把它治好 就可以走了 可你的毒还没治好呢 我总不能困你在这一辈子吧 我体内毒素堆积过多 要想全部注入魂骨内 是不可能了 我的身体也已经适应了剧毒 如果真的全没了 也许反而有害 你说的也对 所以啊 就知道这儿吧 可惜啊 你要是再大几岁 我就把我那漂亮孙女嫁给你 这样你就得叫老夫一生爷爷了 算了吧 您那孙女充分继承了您的优良传统 更何况 她已经有了爱人 兰殿霸王龙家族的嫡传继承人 无论身是背景 还是家族权势 我怎能跟天下第三宗族传人的 玉天恒相比 玉天恒 他的背景还比得过你 我的背景 我有什么背景 不过是出身自偏远村落的铁匠的儿子 那你是怎么长成如今这样子的 说给我听听吧 原来是这样 等等 那你的读是从哪儿学来的 剪了本书 就有现在的造诣 老夫可不信 这是秘密 不告诉你 说不说 接着 拿魂倒器挥赂我呀 可我已经有老师送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了 这个你自己留着 或者给你孙女吧 燕燕又不喜欢玩这些药草 给她也是浪费 你那个魂倒器虽然不错 却只能装死物 这如意百宝囊 装的可都是活物 也就是说 这小东西也能放进去不会窒息 新鲜的药草也能装在里面了 刚才你说不要是吧 那就还给我吧 送出的东西 哪有往回要的 害不害臊 亏你还是封号斗罗呢 小子 我答应过你 只要你治好我的毒 我就帮你做三件事 第一只 不容易伤害史莱克学院的人 现在我送你了这如意百宝囊 算不算是第二件呢 这不是你主动提出来要给我的吗 我有问你要过吗 不过嘛 我也不能白要你的东西 这个 就算是回礼吧 这是什么 这是两个铁球 不过是两个能救你命的铁球 就这么两个小玩意儿 不信呢 我试给你看 看好了 这对铁球 名叫子木追魂夺命蛋 一旦受到强力挤压 或者撞击 便会立即炸裂开来 释放出这迷魂毒物 这 普通人 哪怕只是稀入一点儿 就得昏睡上整整十天 即使是实力强大的魂师 稍有不慎 也会受其影响 行动迟缓 两胆相撞之后 里面的数百枚化骨神针 就会爆发出来 砖破护身钢器 七度无比 只要被刺中一枚 毒素就会快速蔓延 锁到之处 骨化如眠 铁蛋为母 剧毒为子 好一个子母追魂夺命蛋 小怪物 这种东西你也做得出来 真不知道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 还不赶快拿百八十个的来孝敬老夫 你当这是糖豆啊 还百八十个的 我就做了两个 刚才给你做实验了 谁让你不信呢 什么 就两个呀 那你还事什么事 你直接给我说清楚不就好了 眼见为实嘛 好吧好吧 其实我做了四个 就再给你两个吧 接着 小怪物 那个什么回之比赛 也快开始了吧 你该走了 没有足够的历练 你以后凭什么当上封号斗罗 外面的世界更加广阔 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好 好 不准备 你还欠我两件事 对吧 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 我都答应 那我已经想好了 你可不许反悔 想好了 臭小子你给我站住 是你说药草随我拿的 还想赖证啊 这第二件事吧 就是我要从这里 带走我所需要的药草 你不能阻拦 就这个 也太简单了吧 我答应了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我说随你拿 可是没让你把我的家底 都给掏光啊 根子和种子我都留着呢 要不了多少年 它们还会长出来的 而且 你就要跟我回史莱克学院了 也用不着那么多药草了 那第三件事 我可得好好想想 少废话 快说 第三件事 就是我想请你 到我们史莱克学院 当个高级顾问 不行 老夫凭生最恼恨的 就是被限制 失去自由 这个已经是原则性问题了 我不能答应你 谁想限制你的自由了 你想来就来 要走便走 挂个名而已 至少这样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见到你 算了算了 老夫说话算数 不与你这个小怪物计较 你不生气了 下不为例 老怪物 其实你来我们学院 真的挺合适的 我们史莱克学院 有名怪物学院 老怪物教小怪物 岂不是美食一桩 没你个头啊 还不赶快带路 我还等着到你们学院之后 我们艳艳接过来 让你治疗呢 麻烦通报一下 麻烦通报一下 老师 各位老师 我回来了 小三 怎么样 他没有为难你吗 没有 独孤前辈对我很好 弗兰德院长 独孤前辈 愿意来我们学院当顾问 谁 小怪物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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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行吗 你说的是真的 他说不会一直留在学院 就是个顾问而已 独孤伯虽然一向肆意妄为 但也言出必行 独孤前辈 您好 我答应小怪物来你们这里当个顾问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 愿意 当然愿意 您的到来简直令使来个防壁生辉啊 既然你们答应了 给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就行 唐三给你们送回来了 我累了 先带我去休息吧 前辈 您随我来 小三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老怪物居然可来咱们学院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比较投缘吧 有封号斗罗坐镇 对我们学院来说也是件好事 老师 大家还好吗 小五 你还好吗 他们都很好 这半年来进步都很大 我之前只跟他们说 你去闭关修炼了 你倒是回来的正是时候 带木柏正在冲击四十几 也许过两天 我们就得陪他去猎杀魂兽 获取他的第四魂魂了 老师 我想去看看他们 你才刚回来 不先休息一下吗 我不累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呢 那走吧 我陪你一起去 二龙 你们先去忙吧 老师 你和二龙阿姨 小孩子别问这么多 走吧 你的伙伴们 都在你太环境修炼的 小三 你和独孤伯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独孤伯的语气 他似乎欠了你人情 起先是因为独孤燕 将我战胜他的情况 告诉了独孤伯 令独孤伯对我的八珠魂骨 产生了兴趣 这才将我抓走 后来 恰好被我发现 他独宫里的一些缺陷 帮了点忙 他这才放过我 还传授了我很多用毒的知识 原来如此 小三 这半年来 你一直跟着独孤伯学读 魂力修炼上有没有跟上 你的伙伴们都是天宗之才 如果你被他们超越太多 就很难追上了 你现在魂力是多少级了 三十七级了 三十七级 你说什么 你的魂力已经三十七级了 是啊 上次在天董皇家学院 那位教委的压力下 我的魂力提升到了三十四级 后来在独孤前辈那里修炼 又提升了三级 独孤前辈那里 有很多珍贵的植物 或许是因为那种环境 最适合我修炼吧 我的魂力提升得很快 看来我没有必要担心了 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就要开始了 说不定在那之前 你也有机会冲上四十七 到时候 你们史莱克七怪 想不出名恐怕也难了 小五 你看谁来了 大师 您来了 大师 您来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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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小五了吗 怎么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人家有多想你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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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 让你担心了 让你担心了 那以后你不能再离开我了 就算要去修炼 也必须带着我 好 好 我答应你 啊 高 你 � 啊 哥 你发誓 发誓永远都不离开我 我发誓 除非我死了 否则永远都不离开小五 小五也发誓永远也不离开哥 就算是死也不离开 这一次我可不怕命 我们的仗 终究是要算轻的 小三 你可算我回来了 再不回来 小五恐怕就要急死了 大家好久不见 让你们担心了 三哥 不是说你带了礼物吗 快拿出来瞧瞧 给代老大的是奇荣通天菊 小傲的是八瓣鲜蓝 胖子的是机关凤凰葵 荣荣 你的是起锣玉金香 你要送给他们的是从独孤伯那里带回来的药草 以你们的天资来说 用不着走这样的捷径 老师您放心 这些鲜品药草都是我根据大家的特性来挑选的 主要起雇本培员驱出杂志的作用 不会危害到大家的 好吧 我相信你有分寸 不过 小三 这次独孤伯虽说与你投缘 愿意到我们学院来当个顾问 但是此人性情古怪 还是不可不防啊 哥 但是你们是说独孤伯也来学院里了吗 老师 小五 还有大家 别担心 独孤前辈人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答应了我 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中的任何人 大家放心吧 竹青 我给你选择的这株仙草乃是仙品中的质宝 有生死人 肉白骨 夺天地造化之效 但是 想要吃下这株仙草 你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我明白了 谢谢三哥 四草名曰 相思断肠红 关于他 还有一个奇美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 有一少年 生性甜淡 醉细浮花植木 满园青莲和偶 万子千红 平时对花银额 举杯妖月 一遇花落残红 就无限哀伤 必把花片扫及 挖地埋葬 再三垂类 常言道 行动天地 他这种爱花良品 感动了天上花仙 私下凡尘 与他结为夫妻 谁知好景不长 天神得惜此事 大为震怒 以仙凡不得相配 斥令把花仙调回神界 那少年自从失了爱侣 终日长须断探 郁郁寡欢 废弃花时 于是强倒离他 花木阑珊 园中一片凄凉 某日来了一位白发老人 告诉他 花园中他心爱的那株白牡丹 就是他爱妻的化身 只需把花毁去 花仙就会失去仙体 折降凡尘 与他重结夫妇 但千万不可毁弃花市 岩碧化作一阵轻风而去 少年顿然醒悟 身毁自己薄带群花 又细心照料花草 可他虽然心爱妻妻 却不忍把牡丹花焚毁 此时更加爱妄 日夜对花隐气 泪干心碎 相思断肠而足 他临终之时 立写在花瓣上 你们看那烟红血字 就是那少年的鲜血 相思断肠 两情疏途 花非凡品 择主而是 采摘之时 必须想着你心爱之人 取一滴鲜血 滴在花瓣上 如果稍有三心二意 纵然失血致死 也休想把花摘下 花下时明无绝 如若强行回去 这株相思断肠红 也同样会要理全尸 花取笑后 只要在主人身边 就永远不会凋零 可我 朱青 虽然我不是十分清楚 你和戴老大之间的事 但在我们七个人中 你们却是唯一确定下来的情侣 所以 我把它带来给你 希望你能成为这有缘之人 好 你 分 喜 你 肃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师 您和二龙阿姨情深意重 不妨一试 这等仙草 我吃了又能如何 若真有缘 我也将永远留他在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龙 我的妻子竟然是我二叔的私生女 她也就成了我的堂妹 我到底还是放不下 小五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三哥 那眼神专注真挚纯净 小五 没想到我才是这有缘之人 哥 我终于明白了 哥 那个传说一定是真的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小五 你吃下它吧 它会给你最好的帮助 不 大师说得对 这样一株仙草 又怎能让人舍得将它服用呢 你不是说过 只要它认主后 就永远不会凋零 我要让它一直陪着我 爱它 爱它 恋它 可是 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不会被大家落下的 那你就好好保护它吧 它也会一直守护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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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究竟要不要离开他 如果不离开 恐怕那和他一起回来的封号斗罗 迟早会对我不利 不 我不能走 我发过誓永远都不离开他的 只有和他在一起 我才能感受到妈妈说的幸福 爽 真是太爽了 爽 真是太爽了 五级 我的魂力提升了五级啊 鬼叫什么 不就五级吗 我还升了六级呢 这仙品药草也太神奇了吧 以后还苦练什么呀 不如天天吃花草算了 你就别做梦了 小三说过了 过犹不及 不要吃多了 一样有害 我就这么一说嘛 柔柔 柔柔 快看 一 二 三 四 你的七宝琉璃塔怎么变成九层了 竟然变成了九宝琉璃塔 难道启卢玉金香就是突破我们宗门修炼极限的秘宝吗 你们都吸收好了 三哥 你 三哥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我不知该如何回报你的恩情 三哥 我的七宝琉璃塔已经变成了九宝琉璃塔 也就是说我再也不必受到家族传承的限制了 别客气 我们是伙伴呀 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三哥 你这是什么技能 刚刚我怎么突然看不见了 蓉蓉 你没事吧 对不起 我一时没收住墓里 这是我的子鸡魔童 拖望穿秋水路的功劳 提升到了戒子境界 唐门里 戒子之境的子鸡魔童 只存在了传说 没想到 竟然有堪破一切迷雾之呢 小五啊 哥 恭喜你 你要是肯服用这株相思断肠红 应该比我们谁提升的都快 我才不舍得呢 我要永远将它留在我身边 我会也会吗 啊 我 simple 你 有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竹青 你的魂力提升了多少 似乎 似乎是七级 没想到 你的水仙玉机股 效果比他们的还要好 小三说的果然没错 它很适合你 可是 这原本是为你准备的 我却 它就该是你的 我也好有相思断肠红作伴 害怕你羡慕我呢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火焰中的灰红之气 我在凤凰火焰纯净了许多 我终于是一名真正的凤凰魂师了 死胖子 又在自吹自雷了 你 你 你快放开我 快放开我呀 你明明这么在意我 还要走吗 我不会放开你了 花言巧语 还是留给你的那些情人吧 竹青 你没发现 我最近纯洁的跟唐三一样吗 等你什么时候真的能像三哥一样 冰清玉洁一臣不染 再说 小三 多谢你 我四十级的评级总算是突破了 不过你看看 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 怎样才能冰清玉洁一臣不染 那我看你是没机会了 就是啊 丹少 只有我哥 才算得上是冰清玉洁唐三少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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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您感觉如何 三十多年了 没想到 困扰了我一生的瓶颈 竟然在今天突破了 九瓶子汁 看来 还是我小看了外力的作用啊 老师 您突破三十几了 恭喜您 说不定 您以后的修炼 就能一日千里了 魂师的修炼 随着年龄增大 而越发困难 我还能有几年呢 我早已放弃成为一名 强大魂师的期望 只有你们 才是我的希望 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好好修炼 继续吸收巩固自己的力量 切不可急于求成 七天后 我和穆白再去猎杀魂兽 获取魂环 荣若 小阿 小心 第一魂技 白斧不身杖 大家小心 三 飞 相助飞飞魔狗场 九宝有名 一约立 二约素 第一魂技 阳光 第二魂技 幽冥白掌 第二魂技 白狐烈光波 第一魂技 凤凰火线 住手 住手 我是赵老师 第三魂技 诸王叔父 还真是赵老师 你干嘛攻击我们呀 我不过想考验一下你们 谁知道你们出手这么狠啊 你们的确进步很大呀 老师我很满意 对不住了 赵老师 小刚 是我输了 看来这帮小鬼合力 确实能赢过赵无极了 不过我现在没钱 先赦着了 好啊 你们居然拿我下赌 等等 什么叫他们能赢我 那是我让着他们的 不信我们再来比过 好了 你们也不要得意忘形 须知 真正要取你们性命的敌人 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对了 小三 独孤前辈找你 老怪物找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怪物 你来了 小三 那我就先走了 爷爷 你把这个小混蛋叫来干什么 还有 您为什么要来这个破学院当什么顾问 就算要当 也应该去我们天斗皇家学院 好了 爷爷 以后别小混蛋小混蛋地叫 你看看你 都多大的人了 还像个小孩子 唐三比你小 心态却比你成熟多了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上次真是我大意了 要是再来一次看我不打得他满地找牙 那你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半年就是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 我们都在天斗城赛区 大概很快就会碰上 你 你们给我等着 上次你们偷袭天恒的战我还没跟你们算呢 小怪物 别认我不管 你可不能伤了我孙女 不然 我跟你小子没完 爷爷 他怎么可能伤到我 您这不是长他的志气 灭我的威风吗 您这么向着他 该不会是收了他当徒弟吧 燕燕 你知道他现在的魂力多少级了吗 三十七级跟你差不多了 半年之内 说不定这小怪物就能突破四十级的瓶颈 你和他一样是控制系魂师 但我可以肯定 你绝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你们小看了这个小怪物 绝对会吃大亏的 实力如何 回头擂台上见分晓吧 老怪物 这是我调好的药 给他找到魂骨后 你让他每天自食吃一次 连吃七天 把毒素输到进魂骨就可以了 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小怪物 我现在心愿已了 也是时候离开了 你要走 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如果回来得快 也许还能赶上你们的比赛 你可别忘了 不许你伤害燕燕燕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不过 你最好也提醒一下他 别来惹我 老怪物 你多保重 别忘了那两颗铁胆 嗯 你也保重吧 小三 这次弗兰德和二龙 陪我和穆白去猎杀魂兽 暂时离开学院检验 这段时间 你们先去学院高级班学习 不要懈怠了 放心吧老师 我们一定好好修炼 三哥 我也请假回家一趟 小五就交给你了 嗯 我 再见 一路小心 再见 走吧 我们去上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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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 嗯 是天道皇家学院的人 一副生气凌人的样子 真让人不说 嗯 嗯 等到了高级浑石学院大赛 一定要他们看看 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实力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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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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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虽然我们实力不输 但造型上已经先输了 没错 造型上 我们已经被踩在脚底下 反复容力 来回碾压了 这难以言喻的颜色 这圣鬼莫测的设计 没看出来 不然对院长的审美这么糟糕啊 想想半年后 我们还得穿着新校服参加浑诗大赛 当着万千观众的面 对了 你们一直在学院里修炼 这边的教学制度有什么不同吗 也没什么不同 就是女魂师挺多的 据说都是因为养魔二龙副院长才来的 学院里一共有六个班 按魂力等级划分 只要等级达到了就能跳级 我们几个都是三十多级的 都带高级班 高级班钻上我们也才三十几个人 而且他们大多数都那么大岁数了 像他们那样 哪有可能当上封号杜罗呢 好了哥 别和他们在这儿默契了 走 我带你去教室 太龙 这儿 是你几声接的呢 啊 就像我说的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有什么事吗 小子 你是新来的 不知道咱们高级班的规矩吗 规矩 你难道不知道 小五身边是不能做人的吗 谁允许你坐在这里了 我 你们闲得没事干是不是 都滚开 否则别怪小五姐我不客气 小小小五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你别管 我让着你可不是怕了你 难道你以为我这学院首席的位置 是白坐的吗 学院首席 这是哪来的相巴佬 连首席都不认识 首席可是全学院 全学院所有学院中 最厉害的那个 原来是这样 难道这人比代老大还要厉害 看来要小心了 小子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和我单挑 打赢我 我就承认你有坐在这里的资格 二就是立成语单 找别处做去 单挑 就现在 对付你这样的小毛孩 难道还要挑场合吗 放心 我也不欺负你年纪小 我不用第三魂级 天作孽 有可输 自作孽 不可活 那就来吧 唐三 武魂蓝银草 三十七级 控制系战魂尊 请指教 什么 你有三十七级 他是不是不敢呀 太龙 武魂大力猩猩 三十七级强攻系战魂尊 请指教 他算是完了 要是董基比三哥高 加油 倒还有一战之力 老大加油啊 退去来赢走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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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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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少老师 我这就解开他 老师 刚才是我向唐三提出挑战的 唐三 我不服 我们再比一次 你有完没完啊 力量行魂是向控制行魂式挑战 你脑子进水了吗 可我 有本事我们都不用误魂 凭借肉体单条 好 住手 你们当这里是斗魂场吗 现在是上课时间 有什么矛盾 下课后 自己找地方解决 这 下课 我等你 哥 这个泰伦老是纠缠我 一会儿你帮我好好教训他一下 他纠缠你 就是老找我献殷勤 我才懒得理他呢 为什么小五受欢迎 我会这么不高兴呢 下课了下课了 下课了下课了 哥 天斗城有好多好吃的 我们去转转好不好 好 那就去吧 不知道胖子小傲他们去不去 但他们有什么意思啊 他们俩都那么猥琐 别管他们了 救我们俩 小五 就算你怕我们破坏你们的二人世界 也不用这么损我吧 我这么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哪里猥琐啊 唐三 跟我来 他还有完没完啦 三哥 要不要我来收拾他一下 不用了 你们先走吧 你先不要我啊 你先走吧 你这张 its尊心 我猥就在这里 那笔子小傻 我猥就在这 telling人 你先走 我猥就在这里 我猥就不得啊 你最好 你最好 我猥就在这对 我猥就在那桔子 我猥就在那里 我猥就在 middle 我猥就在 Visaten 第四季节目 走那么久 还没到吗 那就这儿吧 开始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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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服了吗 不服 那我就打到你服 这泰龙也够顽强的 被你说了一百多次还想继续呢 要不是我卸了他关节 还不知道要和他僵持多久 不过正好 他以后应该不敢再纠缠小五了吧 走吧 吃饭去 哥你快看 那是什么 好怪的大球啊 那好像是拍卖场吧 上面的标志 应该是拍卖场专用的拍卖锤 拍卖场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我记得大师说过 只有在两大帝国的首都 才有最高贵格的拍卖场 里面甚至连环谷都有的卖呢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再去啊 可是好像每家饭店都满足了 那都怪泰龙那个家伙 待会我们这么久 哥那有快餐 我们随便吃点 然后去开卖场吧 快 老板 你这饭怎么卖 小姑娘 我这盒饭好吃不贵 两个同魂比一份 怎么样 那就来两份 对了 你把我那份的肉多给我搁 这怎么成 你也该多吃点 我不要紧了 你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大师说过 你们男人要多吃肉 不然会没体力的 小五 不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像现在一样 守护在你身边 你永远 都是我最真爱的小五 好了 我知道你疼我 咱们快吃饭吧 有精神力残留在这一带 自己磨铜 好可怜 哥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 让人不惜杀掉拍卖场的护卫 也要夺取 难道是 黄骨吗 不忍忍 不忍忍 站住 仙杂人等不得入内 这里是拍卖场吧 我们想进去看看 对不起二位客人 请问你们 是否持有竞派资格认证呢 竞派资格认证 你们连竞派资格认证 都不知道 难道实现善闯吗 只有拥有竞派资格认证的客人 才能进入拍卖中心竞派 资格认证的准入门槛 是一万惊魂币资产证明 这也是为了避免有人恶意竞派 还请两位见谅 就没有其他能够进入的办法吗 如果是卖东西的话 也可以进入 但所卖物品 必须经过我们天斗拍卖场 鉴定师鉴定 价值要超过一千金魂币 那我们就拍卖这个吧 这是什么 一种武器 两位里边请 一个人的武器 一个人的武器 和证明 在于一天 也要给你 一种武器 一种武器 鉴定师 这两位贵宾希望能将此武器进行拍卖 此武制作十分精巧 请问这是什么武器 能否展示一下 我叫它寒沙射影 而且有毒 有毒 此武器威力较大 是否有合适的环境可以展示 请 此钢板恐怕不堪一击 你可能不信 此钢板已经测试不下百次 坚固无比 从未损坏 放心吧 请看 好霸道的武器啊 威力虽比诸葛神弩弱了一些 但如此传透力已经不是普通魂石所能抵挡 寒沙射影装满钢针之后可以发射三次 每次伴随你药类毒 钢针动身附带麻痹性毒素 即使是三十几以上 不抗毒能力的魂石也很容易中招 贵宾 这么精巧的武器确实我生平仅剑 我准备给它一千金魂币的起牌价格 您一下如何 一千个金魂币 没问题 现在我们有权参加这里的拍卖会了吧 那是当然 慢走 这次拍卖会可能有些稀奇的宝贝 我也这么觉得 先戴上面具再进入拍卖 这是为了客户们的安全考虑 三万五 这位白色贵宾出价三万五 另一位黄色贵宾出价三万六 还有没有更高的了 三万六一次 三万六两次 三万 这位红色的贵宾出价三万七 这边请 狗眼看人定 走 这里的服务员对人都是如此 倒不是针对你们 都是如此 什么意思啊 这些服务员很小的时候就被拍卖场买下进行训练 他们不仅是这里的服务人员 也是拍卖品 面无表情是因为早已没有了心 没有了灵魂 那岂不变成奴隶了 可是 两大帝国不是禁止奴隶买卖吗 天斗拍卖场没有不敢卖的东西 他们多少钱一个 你想买了他们再还他们自由 那不过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为什么 他们已习惯生活于精致的雀龙中 并不得不依赖他 得到自由后 没有求生技能 没有心和灵魂 该如何生存 等待他们的 只有迷茫和枯萎 温倒器 四万三千金魂币 走 你们这么小就来拍卖场 是想买什么东西吗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 是卖东西 下面进行拍卖的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真品 请友谊者注意 尤其是男性贵宾 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 大家能不猜到是什么 可能是剑西是猫 这样吧 我先透露这件拍品的起拍价格 十万金魂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万金魂币 各位贵宾可要看仔细了 哎 嘿 或许大家会奇怪 为什么这样一个女孩子 居然和我们拍卖场训练多年的美女们 一个价格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她的特殊 没错 这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猫女 五魂觉醒时身体发生了变异 拥有了一些猫的形态 如果能拥有这样一个美女猫作为宠物 那是何等的幸福 各位贵宾 出嫁了 这群混蛋竟然把人当宠物买 就算救下一个猫女 以后或许还有猫女 狐女 难道每个都救下吗 失去了灵魂的拯救也没有意义 这还有灵魂的遇到了怎能不救 十一万精魂币 十二万精魂币 这边十三万精魂币 十七万 有位红色贵宾出嫁十七万精魂币 有没有再加加的 你的眼神已经足以告诉我很多事 白色贵宾出嫁十八万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和我枪 小典 一定��의麻奉 免责 你说 祝ота 金 免责 rece 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可以 十八万金魂币两次 十八万金魂币三次 成交 叔叔 谢谢你 不许此行 我们再看最后一件派品吧 爸 你回去吧 这是我们学员之间的事儿 你这一来 岂不我更丢人 儿子被人打 当老子的钥匙还弄人 我就不配被称为大力王泰诺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连我泰诺的儿子都敢揍 爸 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 以后我还怎么在学院继续修炼 你被打成这样学院都没人管 但我抓着那个小子 非要去找你们老师评评理 这 这个 老爸 是我挑的事儿 跟唐三没关系 还有脸说 小事儿还让人走成这样 真丢人 唐三 哥 这不是我们的寒沙摄影吗 哦 寒沙摄影 好名字 这件拍卖品是最精巧的武器 体积小 威力却十分惊人 瞬间发射三十六根钢针 一物掩饰 十五米范围内能够换穿一厘米厚的钢板 并且催有麻痹性毒素 起拍价 一千金魂币 这一件倒是我喜欢的东西 有人立刻给出了一万金魂币 这 叔叔 你是不是按错了 不能让你们亏了 我加价后恐怕就没有人来竞价了 一万金魂币一次 一万金魂币两次 一万金魂币三次 成交 您花了一万金魂币 买我的寒沙摄影 也不能让您亏了 这个无声绣剑也送给您吧 唐门 我怎么从没有听说过 唐门只有我哥哥一个人 你当然没听过 这两件武器都是你制作的 嗯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向你大量购买寒沙摄影 和无声绣剑 大量购买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带你们到我的宗门去看看 谢谢您的好意 不过我们今天还有别的事 有缘再见了 好 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小五 我们走 宗主 我们该回去了 嗯 是该回去了 锦叔 我们走吧 太龙 你都这样了 还不服 翻什么白眼 你们谁是唐三 我就是 原来是你这小兔崽子 你是太龙的父亲 不错 我就是大力王凯诺 打的我儿子 我出来要让你给我个交代 太龙 要是我们把你爸也打了 是不是你爷爷也该出来了 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 小五 你别误会 是我爸看到我的伤 所以才 不过要真是我爷爷来了 那就麻烦了 哼 红颜祸水 等我收拾了这小子 再教训你 你敢侮辱小五 好强 好强 他还没有用魂力 我都要看看 你能切我几招 分金错骨手 能够正面抗准分金错骨手 一说罕见 更可怕的是他的力量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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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怕了吧 我先打折你的腿 再带着你去找学院老师评理 看下次你还敢欺负我儿子 要打就来吧 儿子被打了 老爸站出来 好 第一魂计 激增 好 第一魂计 激增 我的第一魂计激增 能将魂力提升四分之一 第一魂计缠绕 他的力量还在提升 第二魂计凝聚 凝聚能够在第一魂计的基础上 再提升两层力量 力量整体体一半 小子还挺滑了 第三魂计 力量之人 这一次 他的力量整整提升了一倍 好强的力量 还能够 那我就把力量提升到你躲无可躲的地步 第四魂计 力量之首 力量之人 力量之一 力量之英 力量之身 力量之身 力量之必 sä 我心了 三倍力量 一锁不进 立志阵 你 你 不然 你 你用毒 毒本来就是我能力中的一力 你还要打击 你 你 你 父亲 唐三 我跟你拼了 回宁民族 海龙 你要是不想你父亲死 就立刻收手 否则我没法救他 天哪 太厉害了 毒素 我已经收回 你父亲这几天应该会比较虚弱 回去以后休息三天的时间 不要动怒 不要使用魂力 自然就能恢复了 还有这个大坑 是你父亲造成的 你们自己解决吧 哥 等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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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人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爸爸却不在 果头爷爷 你说爸爸是不是故意躲着我 我的小公主 你就别生气了 你爸爸估计也快回来了 我不管 反正等爸爸回来 一定要让他送我点好东西 木头爷爷 你可要帮我说话哦 听说我们的小魔女回来了 快来让爸爸看看 丫头 干嘛背对着爸爸 快一年了吧 爸爸可是很想念你呢 想我 才怪 你爸爸得我不在家呢 来 丫头 让爸爸抱抱 剑爷爷 剑爷爷 人家想死你了 乖 我的小宝贝 你可回来了 剑爷爷想你啊 想得不得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信你问你骨头爷爷 可是 刚才骨头爷爷跟我说 他比你想我想的要多一点点 他胡说 明明是我想你更多一点 你才胡说 不服气啊 走 找地方单挑去 好了好了 剑叔 古叔 你们都打了一辈子了 容容刚刚回来 今天就算了吧 大香肠叔叔 又不在宿舍 虽然身体在冰火两一眼中经过锤炼 又有八角悬兵草和烈火性交疏的改造 但二十一级的势力差距果然还是难以弥补的 不过 今日一战 也让我确认了一件事 八诸魂骨的另一项能力 吞噬 八诸魂骨能够吸收对手的魂力 吸收以后 大约能保持一小时的时间 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受了点震伤而已 怎么能没什么呢 太诺可是一名魂王啊 哥 你可是跟一名魂王打了一架啊 还获胜啊 太龙他们家还真是互端 哥 你说这次你把太龙的爸爸给揍了 他爷爷会不会真的出来 大香肠叔叔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每次需要他的时候都不在 小五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要修炼一会儿 缓合紧脉的创伤 不 我不走 我在这里守着你 否则再有人来找麻烦怎么办 哥 你修炼吧 我给你护法 好 我给你 Sales 我先给你一个门 到你了 我而不走 我来 你还是做的人 你能拨放旅行吗 你 German 我来說 我来说 我来说 你 我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十几 那蓉蓉你可要努力 你说什么 十几 是啊 我走的时候是二十七几 现在三十七几了 三十七几 蓉蓉 你可不要骗爸爸 爸爸不相信人家 人家虽然有三哥给的起罗玉金香帮助 怎么说我也很努力地修炼的 起罗玉金香 嗯 半个月前 三哥给了我这株神奇药草 在他的帮助下 我的魂力一天之内就提升了六级 一天 六级 那究竟是何等仙草 唉 或许啊 只有独孤伯那老独物知道 不行 风之 我们必须要赶快检查一下 蓉蓉的身体状况 万一他的魂力提升 是以付出生命力为代价 就糟了 骨头爷爷 爸爸 你们不用紧张 三哥说了 起罗玉金香是鲜品 不会伤害身体的 不信 你们看 七宝转出有琉璃 九层九彩 九宝琉璃塔 九层九彩 九宝琉璃塔 九宝琉璃塔 你好点了吗 儿子 你输的并不冤枉 连你老子都被弄成这样 难怪你会打不过他 那小子的底细 你知道吗 他是今天第一天来上课 我 我看他坐在了小五身边 就想和他单挑 您也知道的 我很喜欢小五 瞧你那点出息 怎么跟当年的我一样 爸爸你也 不 是说你怎么这么窝囊 连个比自己年纪小的都打不过 但是 爸 你不也没打得过唐三吗 你 你小子 你养了是吗 不不不 您儿子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那唐三实在太强了 强得过分 难道他是七大宗门的人 先回家再说 在我印象中 没有哪个宗门是以兰银草为武魂的 回去问问你爷爷 或许他知道 爷爷 不用了吧老爸 我们爷俩这么丢人 要让爷爷知道了 他还不狠狠地收拾我们 何况 万一他老人家也和您一样 跑到学校里来 怎么 有意见 没 没有 爸 爸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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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七宝琉璃宗的传说中 也曾有过九宝琉璃塔的传闻 但今日得见 还是令人难以置信 爸爸 骨头爷爷 剑爷爷 现在你们信了吧 蓉蓉 你说的那个三哥 究竟是什么人 爸爸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我的礼物呢 这是我今天在拍卖场买到的 这两件武器威力虽然不算很大 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护身作用 寒沙射影 无声绣剑 爸爸 你怎么会有三哥的暗器 这是你三哥做的 原来是他 你看 这不是一样吗 我还有几种威力更大的呢 对了 这次回来我就想问您 这些暗器能否装配到我们家族的直系族人身上 要是用得好 威力可是很大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这个三哥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三哥 他只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 一名 同学 同学 要是他真的那么出色 或许可以做我们孙女婿的人选了 剑爷爷您别乱说 三哥已经心有所属了 而且我也 我也 要不 我们去外面 我把这些暗器的用法诊事给你们看 我把这些暗器的用法诊事给你们看 我们去外面 我们去外面 蓉蓉 你想怎么展示 剑爷爷 不如您来试一下吧 您这么厉害 一定不会被暗器伤到的 你剑爷爷这把老骨头 可不如你骨头爷爷节日 不如让他来 你个怂男 我来救我来 暂的一句你还来劲了 你边去 剑书古书皆是封号斗罗 等级更是分别高达九十六级和九十五级 但这两人闹起脾气来 还是跟孩子一样 我来陪我们小公主 丫头 你放手使用那什么暗器吧 爷爷防御就是了 那么 靳一爷 您要小心喽 这是无声绣剑 声东击西 剑棋 剑棋 诸葛神奴 奇弃为剑 力道好强 寒山摄影 毒的来了 看了剑棋 剑乙好厉害哦 这暗器果然厉害 尤其是那个带声响的弩剑 冲击力很强 四十级以下的魂尸如果稍不注意 根本就无法抵挡 那是当然 我们在动魂场上靠他打败过一支四十级的魂尸队伍呢 躲脚弩 谁先飞刀 还没完呢 好快 我身如剑 哇 剑爷爷好厉害呀 你也很厉害呀 连爷爷的武魂都逼出来了 这暗器果然有独到之处 嗯 没错 三哥说过 暗器就是要突然趁敌不备 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陈子被花招动 剑爷爷 你 蓉蓉 跪下 冯志 你这是干什么 是陈兴这老家伙自己没本事 怎么能怪我们蓉蓉呢 剑爷爷 蓉蓉错了 您惩罚吧 蓉蓉乖 不哭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我们说好是誓言暗器的吧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呀 而且 我现在没事了 嗯 宗主 这暗器果然厉害 如果可能 我们务必要请制作这暗器的小伙子 加入本宗 蓉蓉 这件事 你暂时不要对宗门内任何人说 明天我就跟你到室来和学员走一趟 好好会会你这位三哥 爸爸 您不怪我了吗 爸爸怎么会怪你呢 刚才是爸爸太急了 刚才是爸爸太急了 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星椒树果然将我开造到异常坚韧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哪 我不 我 你 我 子吉魔童的修炼更少一层 已经进入了第三宠戒子状态 不仅此金魔童得到提升 玄天弓也有所进步 按照这个速度 玄天弓练到最高层次 也并非遥不可及 哥 今天课好难 我都没怎么听懂 你看 是堂三 这是怎么了 你可是打赢了一个魂王啊 怎么能不被注意 你看那些女同学们狂热的眼神 真是让人嫉妒 大香肠叔叔 你暴露了 花心大萝卜 别瞎说 我对蓉蓉 一往情深 那我送你两个字 真诚 真诚 你只有让人家感受到你在真诚对待 别人才有可能以同样的态度对你 晓鸥 团队 都跟着大师和代老大去猎杀魂兽了 小五 你去找赵乌吉副园长 嗯 小鸥 小鸥 我们出去看看 超级恢复大香肠 以备不时之需 嗯 你看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是 我就是丽芝一族的宗主泰坦 昨天是你打伤我的儿子和孙子 是我 好 你打伤了我儿子和孙子 是他们没本事 但却不是我丽芝一族无能 我不会一大七小和你动手 咱们打个赌如何 赌什么 石柱可是铁精铸造 这香能够飞夜数十米距离盯入石柱 而香本身没有任何破损 这老头的势力真是可怕 我不出手 也不释放武魂 只要你能在我释放的魂力压力下支持到香燃进 就算你赢 我让我儿孙给你磕头赔罪 否则你必须加入我们励志一族 这不公平 你们输了 你儿子和孙子只需要磕头赔罪就行 虽然丢人了点 但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 能拖一秒 是一秒 要是小三输了 却要加入你们的家族 被限制一辈子 这叫什么赌约啊 那你想怎么样 简单 如果你输了 就让他们加入唐三的家族 哦 你也有家族 有 我的家族就叫唐门 唐门 我没听过这个宗门 可能是个不出名的小宗门吧 好 就此说定 如果我输了 我的儿子孙子就加入你的唐门 小三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前辈 请 听说太龙他爷爷来了 走 过去看看 走走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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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 跟当初的智灵魂斗罗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智灵魂斗罗带来的压力 像绵绵不绝的长江大河 那么 这位老者的压力 就像惊涛骇浪 莫非 他也是一名魂斗罗 这小子 居然承受住了我的第一级 他真的只有三十七级吗 既然如此 可怕 Job 可怕 遍 可怕 我 不 我 我 加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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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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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赵老师 你快去阻止他们 赌约已成 什么事都要等到 他们赌约结束之后才行 只是 消散的对手怎么会是他 您认得他 胎龙的爷爷 当然认得 当初 我就是因为无意中 打伤了他的祖地 被他四处追杀 这才和弗兰德 一起去办了史莱克学院 他比您还要厉害 是的 老家伙的实力在八十级以上 如果是其他魂斗罗 我还有信心一拼 但是他是一名 纯力量型魂师 担论力量 甚至比大部分封号斗罗都强 拔诸魂谷 那是 火纹狗 而且还是外伏 这小子果然厉害 事到如今 可不要让别人知道 你是双生无魂 要输了 真的要输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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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输了 真的要输了吗 不要让别人知道 你是双生五魂 认输了吗 不 这是 软软 软软 七宝琉璃六月增 我当是谁 原来是古斗罗和宁宗族大将 老夫有礼了 老星星 给兄弟个面子 这场赌斗就算了吧 好 这个面子我给了 这场赌约就此做罢 这么给面子 老星星 这可不像你风格呀 老骨头 你看清楚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浩天 知道就好 我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你们恐怕也只能自讨没趣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柔和的力量 受孙的身体在不断修复 不止如此 受港菜魂力冲击 和这股柔和力量的作用 奇经八脉中的扬威一脉 也被打通了 哥 你怎么样 已经没事了 是您 我们果然有缘 爸爸 你们认识 您好 宁宗主 叫我叔叔便好 你叫唐三 你的父亲明慧可是唐号 您怎么知道 老奴太坦 参见少主 少主 前辈 您干什么 快起来 诸位贵客 大驾光临史莱克学院 在下碧院副院长赵无极 诸位 不如禁院一续 原来是你小子 老夫找了你好久了 那件事以后再说 快找件静事给我们 我要与少主相谈 前辈此言有理 诸位里面请 谁让你们居在这里的 还不快回去上课 好 小三 你先回去换身衣服 然后到四楼会议室来 嗯 这么重的伤 居然很快痊愈了 七宝琉璃塔 不愧是最强的辅助系武魂 太坦前辈的实力真强 至少也是魂斗罗级别 至少也是魂斗罗级别 他认识爸爸了 而且 老奴太坦参见少主 一切疑问都会有答案 我给七宝琉璃宗和立志一族 分别安排了两个房间 先去见谁由你决定 记住 待会他们无论跟你说了什么 你都要冷静 谢谢赵老师 您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 只需 stop psychology 觉得你平安这 Phoenix 前辈 您先起来 我不是您所说的什么少主 我只是凭您出身 尊父名慧唐号 正是老奴主人 少主又有浩天锤在手 老奴怎会认错 您说什么 浩天 老奴不会看错 方才少主左手所持 正是浩天宗直系一脉 独有武魂 浩天锤 这是浩天锤 来 把你另一个武魂 释放出来我看看 唐三 姓唐 以后不要轻易地 在其他人面前显露 原来老师一开始就知道了 那他又为何要我隐藏 前辈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我父亲究竟是什么人 主人什么都没有告诉少主吗 少主 还是你先将以主人这些年的经历告诉老奴 如果主人没说过 老奴也不敢多嘴 我和父亲从小生活在圣魂村 父亲是村里唯一的铁匠 每天除了工作之外 他只有一个爱好 喝酒 铁匠 主人 您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地步 当初 您可是 前辈 这是您认识的自己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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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我六岁那年 留下了这封信 离开后就再没有回来 小三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 不要去找我 爸爸是一个无用的人 你渐渐长大 爸爸需要去拿回一些 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我是他 是主人的自己 总有一天 我们父子二人会再相见的 我希望你变得强大 但又不希望你变得强大 自己的路 你自己选择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魂师这个职业不好 那就回到圣魂村 像我一样 做个铁匠吧 无念唐号 主人啊 主人 你怎么能说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呢 在劳奴心中 您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爸爸真的出生于浩天宗 他为什么又会和我生活在圣魂村呢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请您告诉我 少主 当年主人的事 老奴也不清楚 您只需知道 主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是这个世界上最强横的存在 就已经足够了 我李之一族 愿是浩天宗四大附属宗族之一 因为主人而离开浩天 在天斗城自立 今日少主献赤 我李之一族自当归父 本族共有魂师 二百一十七名 皆可为少主孝死 愿为少主孝死 前辈 您是太龙的爷爷 我和他又是同学 年纪比他还要小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就叫您一声太爷爷吧 可是 太爷爷不要推辞了 我现在要去见宁宗主 咱们就此别过 关于我身世的事 还请您代为报名 少主 您可要小心宁宫智 当初主人曾说过 宁宫智是个有大才的人 太爷爷放心 我自有分寸 您好 宁叔叔 让您久等了 没什么 坐吧 小三 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您是荣荣的父亲 当然可以 我听荣荣说了你的事 上次在拍卖场见到你 也是印象颇深 今日一见 没想到你竟是故人之子 您认识过父亲 全大陆最年轻的 封号斗罗 在整个魂世界 也没几个人没听过他的名字了 封号斗罗 令封世宗失踪多年 不知现在何处 我也不知道父亲身在何处 八年前他就已经消失了 太坦前辈说我父亲是浩天宗的人 也许他在浩天宗吧 不 他绝不可能在浩天宗 为什么 此中缘由我不清楚 也不能说 只有你父亲有权告诉你一切 小三 我此次前来 本义是想招你入宗 但你既然是故人之子 显然不可能了 不过 叔叔对你所制作的暗器很有兴趣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将这暗器的制作方法 卖给我们 价格你可以任意开 这不可能 暗器制作的方法我是不会卖的 但我答应过荣荣 可以将暗器卖给贵宗 锻造的程序可以交给你们 但最后的制作合成 必须由我亲自来完成 这是为何 一是因为这些暗器的制作方法 研究不易 我不想卖 另一点是 要交出能够制作这些暗器的工匠 至少需要数年时间 我还需要修炼 时间并不充裕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知道宁叔叔想要哪些暗器 荣荣身上的暗器我们都看过了 就按照他身上的装备那样 我要五百套 每一套我出一万金魂兵 你看如何 价格没问题 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 在这套暗器中 不包括荣荣右手上的飞天神爪 我可以把它换成另一件无声锈剑 因为飞天神爪并不是暗器 而且材质要求极高 不易制作 飞天神爪 之前没看到荣荣掩饰过 看来这孩子掌握的暗器 还不止这些 可以 另外 我再额外支付给你一百万金魂币 作为你送给荣荣那株 起锣玉金香的报道 我也想问问你 那株鲜品你还有吗 如果有 我愿意重金购买 起锣玉金香是鲜品药草 世间罕有 很难再找到了 荣荣的那株是我送给他的 怎么能要回报呢 这是无声锈剑 剁脚弩 与削尖飞刃的制作图纸 我事先声明 我只负责最后的组装 这中间零件制作 就请宁叔叔自己想办法了 听荣荣说 贵宗有专门的铁匠铺 我想这并不难 小子 你很会做生意啊 连零件制作都不管 你这五百万金魂币 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古书 你这五百万金魂币 也赚得太容易了吧 如果宁叔叔觉得价格不合理 可以降低 我没意见 不必 虽然我并不是什么金口预言 但七宝琉璃宗的信用 还是有的 如无其他要事 我就告退了 蓉蓉 你也跟小三 一起回去吧 嗯 成长下去 恐怕会成为不小的威胁 古书 这样的话 以后不要再说了 虽然浩天宗地位 高于七宝琉璃宗 但上三门一向同气廉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与之交互 但这孩子 如果将来成长为封号斗罗 我们七宝琉璃宗 可就再无翻身机会了 比之大陆局势 宗门恩怨 又算得了什么 宗主 您这话是 在我年轻的时候 大陆浑世间风起云涌 争斗随处可见 可最近二十年以来 这样的争斗几乎消失 整个大陆静得可怕 您是说 我虽然只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但这些迹象显示 大陆局势将会发生巨变 为此 七大宗门 必须团结 我跟你们说 你们是不是有话要问我 我没什么要问 你自己的事 自己处理好就行 我只知道 你是十来客七怪中的老三 我现在都没搞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想问也没办法 你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的来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所以我不问 我们关心的只是你这个人 你平安回来 我们就都放心了 小五 难道我爸爸还会伤害三哥不成吗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爸爸我爸爸刚才 我爸爸刚才向三哥采购了五百套暗器 当场就支付了五百万金环币 什么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 抢极了 抢极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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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容容 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从气宝流离松回来了 我还担心你不回来呢 本来就是我还会回来的呀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不回来 那是 哎 我 怎么了 你说话呀 那我送你两个字 真诚 我 你能不能 给我一个答案 答 答案 你心里也有我 对不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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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心里有我 就说明我还有机会 我一定会努力的 努力得到你父亲的认可 我 我 我 容容 你怎么在这里 爸爸 你们要走了吗 嗯 宗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爸爸处理 你在这里要听老师的话 继续努力修炼 赵老师 荣荣就拜托贵学院了 以后贵学院 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七宝琉璃宗亦不容辞 宁宗主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荣荣 您慢走 我就不远送了 荣荣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是不是病了 没有 我好得很 爸爸 你不多留一会儿了吗 傻丫头 这段时间 你的学业让爸爸很满意 不但是实力的提升 更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以后 你可以多和你的三哥亲近亲近 从他身上 你应该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不行 我要去找奥斯卡说清楚 只想要让他知道 七宝琉璃宗的规矩 我能够学 Cheryl 诶 你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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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了 等参加过高级魂式大会后 再和奥斯卡说清楚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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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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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小三 谢谢你 戴老大 我以为 你会想给竹青一个拥抱呢 小鸭 你屁养了是不是 我抱小三 是因为小三对我的帮助 拿到魂环后 我才感觉到自己的魂力 真正提升的幅度 已经达到了四十三级 这都是那株 奇荣通天菊的作用 大家都要努力了 不能辜负了小三提供的天地质保 在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开始之前 尽可能地提升到四十级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冠军 对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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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你给我出来一下 嗯 大师肯定要劝导小三 我有点担心 我跟去看看 嗯 好 老师 你已经知道我身世了 我已经知道了 或者说 我早就已经知道 什么 你不用惊讶 你刚来到诺丁学院之后 我就收你做了弟子 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双生武魂资质 但我当时并不能确定 你的另一个武魂就是浩天锤 直到有一天 你父亲亲自找上我 并给了我这个 所以 我希望将小三 托付给你 他是我的儿子 这是武魂殿的最高徽章 那时候我才认出了你父亲的身份 他就是大陆上赫赫有名 也是我的偶像 最年轻的封号斗罗 唐浩 封号 浩天 浩天 斗罗 我和你父亲并不熟悉 他只是交代让我好好照顾你 在这面令牌上 一共有六种图案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乃是武魂殿的三位封号斗罗 另一部分就是现今七大宗门中 上三门的三位封号斗罗 这上面的剑 代表的是七宝琉璃宗的 剑斗罗陈心 龙代表的就是我出身的家族 蓝殿霸王龙 而锤代表的就是浩天宗的浩天锤 浩天宗以门双斗罗 唐孝 唐浩两兄弟 曾经令整个魂世界为之颤抖 你父亲获得封号斗罗 那时他才四十四岁 据传闻 他凭借自己刚进入九世纪的实力 连败武魂剑两大封号斗罗 也就是这个牌子上的这朵菊花 与那个人形所代表的人物 菊斗罗与鬼斗罗 爸爸为什么要和两名封号斗罗先后交手 这似乎是浩天宗与武魂殿之间的秘密 可是 爸爸他为什么不肯来见我一眼呢 小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或许你的父亲从没有离开过你身边 为什么 我也是听弗兰德所说 你刚来学院时赵无极一时寄养 亲自审核你们几个孩子 而你却用暗器好好招呼了他一顿 自己却也受了伤 对吧 可你有没有发现 之后赵无极出现了什么变化 你难道忘记了第二天赵无极鼻青脸肿的样子吗 弗兰德说就在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一名黑衣人 赤手空拳揍了赵无极一顿 而且那人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 那个人就是你父亲 你是说爸爸来看过我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不见你 一个是因为不希望影响你的修炼 另一个恐怕是因为他怕见了你之后 自己就不舍得走了 我想 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去做 爸爸竟也会为了护我 做同样的事 我告诉你这些 就是要让你明白 既然你选择了走浑尸这条路 就不能停歇 你的父亲也同样需要你的帮助 你要用行动和实力 向你父亲证明 你有帮他的资格 爸爸 你真的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吗 那好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老师 我还有两个疑问 你说 第一个问题是 您知不知道 我的母亲是什么人 你母亲的身份很神秘 整个魂世界恐怕没几个人知道 从你身上的蓝银草看出 她似乎并不属于 任何一个大的魂世家族 蓝银草是标准的废物魂 但你身上的蓝银草 却又与众不同 老师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父亲和您 都不让我修炼浩天锤呢 我都不让我修炼于 我都不让你 我心 Shopify 但你真的不让你